甄嬛传苏培圣知否甄嬛何果郡王私情,为何不告诉皇上? 第一次苏培圣去甄嬛那无意间说过, 郡王从马被掉下来卧床不起了甄嬛当时, 就激动地质问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没人来通知本宫? 后来还是换币给写的伪,第二次王爷从边湾回来, 在御花园里碰见甄嬛甄嬛,当时激动地哭了, 虽然看见苏赶紧抹去眼泪,但他是皇上, 身边的人难道看不出来或许他看出来了故意没说? 为什么让疑惑皇上对他不错呢? 而且从小一长大苏公公作为御前首领, 太监都成人精了自然知道什么能说什么, 不能说什么都说的公公恐怕早都死得连喳喳都不胜了坏事, 可不是随便能乱说, 比如说你老婆给他戴绿, 帽子了你敢告诉你老婆试试看看你老婆会不会找个机会灭了你皇帝信任出, 公公并不是因为苏公公什么都说。